現在我們要這樣畫出來 好,是不是腰被我畫出來 然後這個三角形也畫出來,摺紙也畫出來 等於說我在做記號 因為你不做記號的話 你就不知道位置在哪裡 這樣畫,然後這樣 這個反面也畫 而且你不要畫太多線,你就是畫得很精準的線 你不要畫很多,有沒有 你到時候不知道哪一條是哪一條 畫完之後勒 這邊往上1.5 這邊往上,腰線往上1.5 做個記號 你就拿瓷這樣 先做記號 腰線往上1.5 目前這樣應該都懂,因為這個很簡單 不難 然後 我是不是腰線畫的時候往上1.5 然後斜邊線也畫一下 這叫斜邊線 你也畫一下 你要知道自己斜邊線在哪 不要畫錯 你有沒有發現我一直在拉這個線 讓這個腰線保持的水平 因為你沒拉的話 它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我再這樣拉一下 把那個斜邊線畫出來 這邊沒有水平 畫完之後勒 拿剪刀 先拿剪刀這樣拿出來 目前這樣畫有沒有問題 腰圍線往上1.5 然後這個三角形我是不是畫出來 還有斜邊線 就畫到底 然後1.5以上都剪掉 如果你怕等下剪一點不接 你先用竹刃這樣固定一下 搓在1.5的地方 有些人剪一點我發現不接 先搓一下 然後 剪刀就這樣拿有沒有 這樣上人胎 就是這樣 有沒有看到我的手勢好像 你不要剪到人胎 要剪到人胎 要剪到人胎 就剪我們的佩服不要剪到人胎 你就先檢查一下 剪超過那個斜邊 沒有剪 然後呢 接下來繼續剪 這樣剪 看我的手勢 這樣子 一塊一塊 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好 那先去做 先去做這些補充